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討論 這個俄烏戰爭的部分 當然在這個 穆尼黑安全會議項頭 王毅也有談到這個烏克蘭危機 不過我們來看到 其實他跟烏克蘭外長見面的時候 烏克蘭外長直接向中國伸出援手 希望中國能夠參與其中 另外他也有特別提到了 我們一致認為有必要保持 這個烏中各個級別的持續接觸 還有對話 好 當時您可以看到 他雙手還特別緊握王毅的手 好 另外2月18號 拜登有跟澤倫斯基通話表示 有信心喔 美國國會將會持續戰爭援助 但是呢 這兩個問題 我並請立將軍來幫我們談論一下 因為2月17號 烏軍已經確定 從這個東部重要大臣撤軍了 這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好 俄軍已經完全控制這個地方 普丁當然是很開心喔 普丁立刻有發文祝賀 好 當然澤倫斯基有特別強調 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因為他說不能夠被包圍 不過接下來大家所關注的就是 烏克蘭你還守得住下一道防線嗎 我先講阿夫迪烏卡的重要性 阿夫迪烏卡其實在盾內刺客 都是很重要一個據點 那在這個陣地 阿夫迪烏卡可以說是一個 布炮聯合陣地 因為他裡面 他步兵在這邊做防禦 但是他裡面放了很多炮 這炮轟誰呢 轟盾內刺客的人民軍 所以說烏克蘭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經營這個陣地已經經營了十年了 他炮放在這邊 因為盾內刺客人民軍 他們是反對烏克蘭統治的 我們都知道說是當初普京要 他們所謂軍事特別行動 其中有一條就是要去納粹化 那他們認為說是烏克蘭在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納粹化 他們那邊是俄羅斯的民族 他們不願意接受納粹化的統治 那烏克蘭就在這個地方建立這個陣地 然後用炮來轟擊盾內刺客的人民軍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陣地已經 其實上已經經營了十年了 所以它是非常堅固的一個陣地 那第二個我在講 如果阿夫迪烏卡失陷以後 可見了整個盾內刺客州 大概都已經要落入俄羅斯的手中 那這次的戰爭我們先再講到戰術方面的作為來講好了 這次來講烏克蘭可以說是損失損 非常非常的重大 可以說為什麼呢 因為從這個外面裡面我們得到 我得到的訊息 他光被俘虜的這個番號 番號啦 就是在俘虜裡面的番號 就有六個旅 有六個旅 除了這六個是正規軍的六個旅之外 還有他們的這些什麼這個婦女醫療資源營 或者是邊防衛隊啦 甚至於更嚴重了 還有外籍兵團 這個包括加拿大法國 英國人在這裡面也被俘虜 可見了說英美這些國家 他用這些人員 他的軍人用退伍的方式 用離開軍人的方式進入 這個參加烏克蘭的這個協助 他們來作戰 像這些人都已經被抓了被俘虜 那第三個我們講戰鬥作為來講 我們軍中來講撤退 有兩種撤退方式 如果說你要轉進 一種叫主動脫離 一種叫被動脫離 我們顧名思義 主動脫離就是我知道戰況不利 我以保存有深戰力為主 我就這個主動 自己來做一個揚弓 或做一個假動作 趁著你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然後我趕快就跑掉 這叫主動脫離 那主動脫離 關鍵是什麼 後面你要有掩護部隊 我收容部隊 後面有一條收容線 我收容這些退下來的部隊 我必須要有 前面有一條陣地來守護你 那這次很明顯的 烏克蘭來講 它是被動脫離 他脫離的非常倉促 那我們去看地形來講的話 其實他唯一一條公路 已經被切斷了 那是正規的馬路已經被切斷了 他現在只剩下一條小路 所以他退得太晚了 我覺得說澤倫斯基 他跟他換總司令來講 有很大關係 就是阿富迪夫卡這次戰役來講 有很大關係 他會不會說是 這個認為說這次守不住了 或者他覺得繼續要投入 這個第三個履進去 投入兵力進去 雙方有這種政治 但是我覺得他做這個決定 要脫離戰鬥的決定 已經決定得太晚了 因為他主要馬路被切斷 主要馬路被切斷 代表什麼意思 他就土路可以走 大概所有重兵器 重武器 所有彈藥都撤不出來 所以這次損失來講 對烏軍來講損失是非常重大的 那後續來講他等於說 在這個地方無險可走 而且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他有生戰力在這邊損失了很多 所以說那我們要回頭來看 就烏克蘭跟這個 王毅跟烏克蘭外長見面 其實烏克蘭就是希望 在瑞士舉辦一個和談 是因為烏克蘭來舉辦 那邀請要中國來參加 其實他希望能夠中國出面 來做一個調停 但是我們很明顯知道說 王毅來講已經拒絕不參加 這次的會議 所以我覺得對烏克蘭來講 後續來講美國 這個拜登講這些話 其實都是一些官方的文字 我們看實質內容 你的有生戰力 你這些在這個地方損失 不管是犧牲的人員 或者是武器裝備丟在這邊的 其實是非常慘重 非常嚴重 好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囉 最Chill的舒壓飲品 夢夢水來了 不含多種營養素 幫助入眠好好睡 一包只有16大腿 白桃風味好清爽 快來一起Chill一下 快點Go熱銷中 上網搜尋 快點Go 龍眼望上加望 快來試手氣 農曆春節期間 從小年夜2月8號起 到元宵節2月24號 打開中天新聞網app 就能天天抽網籤 看新聞還能玩 呱呱樂天天抽天天刮 好運連裝 點擊籤筒的旺字 抽出您的好運籤 中天新聞網app 所有新聞文章 隨機出現藍色好運連結 點擊連結就能玩 幸運呱呱樂 每天有三次 呱呱樂機會 新聞看越多 中獎機會越大 下載並開啟中天新聞網app 春節籌網籤玩呱呱樂 祝您從年頭 旺到年尾 好 回到新聞現場 好 先來感謝一下 今天到目前為止 董內老父他跟郭委員董哥 還有麗將軍說假日愉快 另外聽中天重返52台 非常謝謝你 老父是我同學 OK 好 非常謝謝你 好 另外也要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還沒有按讚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個讚好嗎 好 另外我繼續 針對這個俄烏的部分 來請教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麼樣看這個部分 就是說 現在有人說普丁打的是 所謂的消耗戰 靠所謂的孔俄症 就可以把美國跟歐洲拖垮了 事實上俄羅斯這一戰死傷也蠻嚴重的 可是沒有辦法 就是烏克蘭就是人力開始出現問題 彈藥也發生問題 那俄羅斯事實上大概用 四到五萬人的兵力 然後死傷之後又源源不絕補傷 這個烏克蘭沒有辦法做得到啦 那當然彈藥短缺是更嚴重的 那這個地方 就剛剛我們立昌軍講的 這個是烏克蘭在烏東地區 佈局了十年的基地 它是一個堡壘城市 所以你這個地方打輸了 我講白了啦 就是它的地位大概是巴赫姆特 或者是前一陣子那個亞述營 那個馬里烏波爾 是不是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 所以接下來就是 俄羅斯的軍隊等於是往前看 是無險可守你知道 就烏克蘭就處於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接下來俄羅斯籌碼就變大了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它勝券在握 姿態就變高了 它現在一定會提出說 就現狀 現狀 和談啊好不好 你只要承認我佔領的地區 那你烏克蘭現在有什麼籌碼 以前還可以說在交戰中 那如果你不同意是不是 那它可能就開始 擴大它的攻擊面 因為接下來要再碰到這樣的 布局很久的堡壘城市不多 前面都是大平原 現在已經進入烏克蘭大平原了 所以它隨時可以增加它的戰果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戰爭談判裡面 常常見到的 就是我已經佔領了我要的東西 那你不跟我談啊 你不承認我 所以我只好再往前打 那我再往前佔領另外一個地方 那我就跟你講說 你只要答應 我可以撤回原來那個點 就變成這樣 那除非你可以持久戰啊 一直有源源不絕的後面的力量 知道中國跟日本就是這個情況 那個對峙抗戰就是這樣 就是日本就是要蔣介石承認滿中國嘛 那國民政府一直不願意嘛 所以後來就打華北 那後來不是又打華東 那後來又開始就往西打嘛 那可是日本沒有能力把中國吃下來 它沒有這個能量嘛 那那個中國政府就我講國民政府 就從頭到尾都拒絕啊 所以戰爭就越來越大 我覺得俄羅斯接下來的模式會有點像 就是說它要的地方事實上就是烏冬 可是因為我要跟你談烏冬去年四月 你不跟我談啊 結果我就又佔領了 札博羅斯跟赫爾松 烏冬是他精華第一 對我知道 工業精華 結果他現在佔領了赫爾松跟札博羅斯 四個共和國都加入俄羅斯聯邦了 你還不跟我談 那我只好再佔領了 結果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可是這個跟當年八年抗戰是倒過來的 是烏克蘭根本沒有反擊的能量 就烏克蘭沒有打持久戰的條件啦 那跟當年中國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情況真的 哲羅斯基一定會走到一個點上 發現歐洲跟美國都不要理他了 因為現在德國就是臨時又給他70億嘛 然後法國給他30億 美國國會休假去了 共和黨不給錢啊 說你這個問題 我們休假兩個禮拜之後再說 所以參議院通過沒用啊 眾議院他們休假了 那眾議院休假回來是什麼時候 兩個禮拜啊 兩個禮拜就三月初啦 三月初眾議院最重要的議題是 避免美國政府關門 那個預算上限又來了 你知道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政府嘛 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講白了兩個禮拜之後 烏克蘭不知道產到哪裡去了 所以那個時候 我覺得這個眾議院 美國眾議院也是故意的 他就知道說兩個禮拜之後 我就看你烏克蘭不知道產到哪邊去了 那你那個時候要通過原污預算那多困啊 而且他那個裡面原烏克蘭是600億耶 怎麼可能過不可能啊 好接下來這個紅海局勢 我一併也想要請亮哥來幫我們談論一下 這個是美國國務院有一艘 說有一艘懸掛巴拿馬國旗 裝載原油的油輪在紅海遭到飛彈擊中 這個飛彈是從夜門發射的 好當然歐盟已經說要組織一個紅海護航行動 我問一下亮哥你覺得這個到底有沒有用啊 這個當然沒有用啊 不過護航艦隊這個idea已經提過很多次了 有法德、義大利、比利時 法德他不一定會炸啦 如果你不是去以色列啦 他現在是對英美的船 即使不去以色列他照炸 事實上有一艘英國軍艦被炸到 那只是大家新聞沒有做到 所以你這個如果是法德意義在保護你自己的船 搞不好本來就沒事啊 這一次是美國國務院所公布的這個消息喔 這個我不知道這個船東是哪一國人啊 因為他是掛巴拿馬的國旗嘛 我認為夜門胡塞武裝他選擇對象 是越來越精準啦 所以大概就是到以色列的船他就炸 那其他如果是要去地中海的 那只要不是英美的他就放過 所以你從來沒有聽過中國的船被炸啊 沒有嘛 所以我認為可能他這個艦隊 就是保護了一群本來就不會被打的 如果他們去保護英美的船喔 我看還是會早打 因為對胡塞來講那個成本太低了 而且他的射程據我了解 是幾乎可以達到雅丁彎啊 那很上面了 已經接近那個這個我們講蘇伊士運河的下端了 所以你根本就逃不掉了 就是你護衛也沒有用啊 因為我一顆飛彈或者是 我說他射的那個無人機成本大概是2萬美元 那火箭彈更便宜啊 那你要用導彈來擋嗎 那導彈一顆起碼100萬美元啊 你要這樣玩嗎 這個我懷疑啦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不 按照片 適合 不 按照片 待會兒 夠了 by bwd6